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世界环宇收起的一些有趣的新闻报道出来用中文讲 我就会去找它的源头的英文报道 然后拿它的英文报道来跟大家分享 所以它算是一个我觉得蛮不错的一个新闻的来源 就是这material的来源 这个也是从那边来的 所以日本人发明了一个有咸味的筷子 因为你知道日本人喜欢吃的东西比较咸 口味比较重一点点 那他们不想要摄取这么多盐分 所以说干脆发明一个筷子 这筷子能够增强那个盐分的感觉 所以看一下它的标题就非常有趣 它说的是Celine Solution Japan invents electric chopsticks that make food seem more salty Celine Solution光是这个词就超有趣的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词本身 其实是大家生活中有用到的一个东西 也就是你用的生理食盐水 这个Celine这个字就是盐水的概念 海水 我们说像把海水给它拿来淡化 变成我们可以使用的水 我们就叫做desalination desalination desalination 这个动词 就是把海水淡化掉这样子 所以说这个词 我想这个词会出在托弗亚斯里面的 desalination process 所以海水淡化的过程 所以Celine Solution是我们所用的生理食盐水 你知道Solution这个词也可以是 就是我如果没记错那个叫荣义 荣义 我说不定有错 因为有一个词叫荣义 有一个词叫做荣记 我讲的是这个玩意儿 如果我有讲错的话 下面可以纠正我一下下 总之就是荣了东西以后的那一瓶东西 就叫做Solution 那你也知道Solution叫做解决方案 所以这个词就是有点双关性 就是日本人的这个咸咸的解决咸味的方案 以及也正好这个overlap到另外 就正好是一个pun 同音的一个字 就是刚所说的生理食盐水 好所以日本人的咸味方案解决方法 所以日本人发明了electric chopsticks 所以electric是电的 这边我们要补充一个概念就是 电的跟电子的是不同的 什么是electric electric是电的 简单的说它就是吃电的 我真的很确定 这绝对不是我们第一次讲这个东西 可是我已经做了400多节节目了 很多东西必定会重复 那你前面没看到 这边第一次看到 那恭喜你学到点什么 要是你以前就已经看过我说这个 那今天就是个复习 所以electric是用到电的 吃电的 所以就电的 那electronics是电子的 我们说的简单一点点 就是如果一个东西 它是有什么一个IC板在上面 一个他们我们说的PCB板 那上面有那个电子回路 那些的 这是一个circuit board 那就是电子的 OK 那所以这个我的麦克风 里面就是一张板子 所以它绝对就是一个electronic device 我们讲3C产品 基本上多半都讲的是这种 里面有一个线路板 这些的 那有没有东西单纯是electric 当然有 电风扇靠一个马达 插电转转转 那我们就叫它electric fan 可是你会说 可是你在控制的那个地方 那个仪表板之类的 它里面也是一个线路板 那我没错 可是这个东西 它运作的方式是吃电的 就我可以说 一个马达转方 转那个fan 对不对 那我们还是理论上 称它为一个electric device but it is controlled electronically 它是用电子控制的 一个电路电商品 那再换一个洗衣机 我们说这绝对就是一个electric device 可是你说像仪表板也一样 仪表板是用线路在那边电路板操作 yeah it is still an electric device that is controlled by some electronic components 好 所以你大概懂了 所以电吉他是什么 电吉他英文就叫做 electric guitar 不是electronic guitar 好 这个OK了 All right 所以它是一个electric 电的chop sticks 那使得食物变得比较 salty 酷 标题看一下其实就已经可以理解它在干嘛了 所以这是个device设备 Uses a weak current 弱的一个电路 current有电流的意思 不是电路 电流 to artificially amplify the taste of salt 所以就是人工的加强了盐巴的味道 amplify这个字就是把它放大变大 所以我们讲说影响的那种扩大器 我们就叫它amplifier amplifier 扩大这个字还有一个字叫做magnify 但是magnify呢 用的地方就不太一样 像例如说 放大镜 我们就叫magnifying glass 这样子 magnify 好 所以就是使用的地方不同了 好 Anyway 所以这是一种 一个effort so as part of efforts to reduce sodium levels in popular dishes 所以他们这么做是为了减少 在他们很popular的一些菜肴里面的 这个sodium level sodium就是那个钠 所以他们想要去减少他们的钠含量 所以sodium这个是也学一下 我们社区的那个钠 这样子 钠应该金属旁吧 ok cool 下面多看一下下 the diners in japan could soon be able to savor the umami of a bowl of ramen or miso soup without having to worry about their salt intake 所以在日本的这些食客们 diners 很快 could soon could be able to savor soon could be able to 所以很快就能够去 savor什么呢 就是品尝 ok savor 很快就能够来品尝 savor 什么东西啊 一碗拉面或者miso汤 味噌汤的umami 这里讲一个重点了 今天我们这个影片标题的重点 umami是什么 我们中文讲的是酸甜苦辣 所以我们中文讲酸甜苦辣 就是sour sweet bitter 跟hot或spicy 这就是酸甜苦辣 这四个字的分别 简单的啦 ok so sour sweet bitter and hot or spicy 那都有一些名词 sweetness sourness spiciness I don't know ok bitterness 好 anyway 然后下面 西方讲的 就不是酸甜苦辣 他们有五个 不是只有四个 而且他们没有辣 他们有甜 有酸 有苦 可是最后一个是 咸 ok 所以甜 酸 苦 咸 没有辣 最后一个就是 umami 什么是umami 简单的说就是鲜味 美味 鲜甜味 umami源自于像他们讲的就是把那个昆布拿去煮 拿去泡水 然后那个昆布的那个泡水的那个汤喝起来就会有点鲜甜鲜甜的 这个就是umami 是我们的文化里没有的概念 我们对我们来说美味 酸甜苦辣都可以是美味 这就是整体的概念上的不同 他们就是多了一个这个词叫umami 是跟酸甜苦辣 或者讲的酸甜苦咸 它能够放在同一个味 同一个level上的 所以这个讲一下你知道就好 umami 所以这多一个字umami 认识一下 好anyway 来我们再看下去 所以很多很快日本就能够去savor这一个 一碗拉面或是一碗miso汤的umami 好这样应该没问题 而不用担心这个salt intake 就是那的社区 intake可以是社区 这样子 多讲一个字intake 社区 如果要讲进到身体里面的话 大概有两个词 一个叫做digest 你应该会就是消化 还有一个叫做ingest 大概就翻译成吸收这样子 所以intake是你吃进去的量 所以你今天的 这个卡路里的摄取量 我们就说那个叫做caloric intake 那等到你进入你的系统里面了 先用digest消化它分解它 然后进入你的系统 大概就是ingest 好这几个词说一下 可这里面没有 但无所谓 然后我们再往下看 大概值得再看的一个地方 大概是这里 这个特殊的utensile could find a receptive audience in Japan where the traditional diet tends to be high in salt due to the use of ingredients such as miso and soy sauce 好酷 这个utensile 可能在日本就会有一个 大家都会接受它 它的reception应该会不错 receive就是你知道接受 reception就是一个东西 大家对它的评价 所以很多那种 那个wikipedia介绍一些句啊 或之类的 它都会用reception这个字 所以这个句 在大家的 在这个社会中 有没有popular 所以大家对它的reception是什么 所以receptive就形容词 所以这个utensile 会在日本找到一个receptive audience 酷哦 那utensile是什么 就看一下 utensile就是 这里我稍微找了一下 我最粗浅的理解是餐具 所以我本来的想法是 哦就叉子啊 筷子那些的叫utensile 我在google了一下发现 嗯还有一些其他的像 any tools or instrument used in the preparation serving and consumption of food 都可以统称为utensile 啊所以准备过程中 啊帮你送上来的过程中 啊或者你在使用中 使用的过程中 的这些器具 都可以叫做utensile 所以for preparation kitchenware items such as pots pans baking dishes spatulas knives measuring cups measuring spoons and similar utensils are included 所以都算 很快走一下 kitchenware就你知道 反正是厨房里的一些东西 就是kitchenware ware这个字应该很常见 硬体就hardware 软体就software 所以kitchenware就这样子 包括锅碗瓢盆真的 pots pans 就是你知道平底锅 bacon dishes 就是那些烘焙的东西 spatula 我上次卡过这个字 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 spatula就是锅铲 这一次没忘了 锅铲 刀子啦 knives 或者是量杯啦 或者是测量的那些 小勺子啦 measuring cup measuring spoons 这些都可以算是utensil 好 所以这个utensil 很快在日本能够找到一个 receptive audience 因为他们的diet 在我们这边再多补 最后一个东西就好了 他们的饮食啊 多半就是 会有很高含量的盐分 所以 high in什么东西 so something is high in 什么东西 所以后面这个就是 我们说的那一个 里面的含量 所以这个东西 糖含量很高 钠含量很高 呃 还有什么量很高 还有什么量可以很高啊 含水量很高 maybe okay so something is high in water content something is high in salt high in sugar high in什么什么东西 所以 加个in 当作介细词 可是如果这样人的话 我们讲回人身上 要是你 你 你一个东西 可以让你情绪高昂的话 那用的介细词是on 所以somebody is high 加on什么东西 才加y so you're high on drugs 嗑的药之后很high you're high on marijuana you're high on LSD you're high on什么什么东西 这里用的是 high on什么东西 好 所以这里补充一下下 好 今天大概内容上就这样 所以你觉得这有没有有趣呢 我觉得还蛮有趣的 好 我们再走一下今天走过的一些词 Selling solution 刚刚说过的是 solution是容易 再做一点比较 again 溶剂还是容易 可能下面同学要 叫这个纠正我一下下 我如果没记错是容易 solution 好 Selling是咸的 所以这个词可以 刚刚讲的双关 你可以讲就 日本人找到一个咸味的解决方法 也可以去把这个东西 简单的详成是 你用的生理食言水 好 所以desalinate 刚刚看过这个字 就是海水 把它淡化 让我们使用的一个过程 这个动词 Electric 吃电的 电的 那电子的 Electronic Electronic Amplify 把同东西给强化 Magnify 把它放大 这样子 强化跟放大 我刚刚想一想说 就这两个字的区分 其实也没那么难区分 因为Amplify 是把东西给强化 我们刚刚讲说放大镜 放大镜 只是把那个东西 它东西没有变大 你拿一个Magnifying Glass 来看小蚂蚁好了 蚂蚁只是看起来变大了 它并没有变大 它还是原本的蚂蚁 所以你把它的 看起来Magnify 这样子 所以Magnify 其实是放大 不是把那个东西 给真的变大了 这样子 OK好 然后这个Sodium Level 就是我们说的 那个钠含量 所以这个钠的 那个摄取的高度 这样子 所以Sodium是钠 没问题 那日本很快就可以来 Savor 他们所喜欢吃的 这些东西 即便很咸也没关系 这样子 不是很咸也没关系 就是不要太咸 可是用这个筷子 可以感觉咸一点 所以Umami 是我们刚刚讲的 这个鲜甜味 OK 所以美国人 或者说英文里面 讲的是酸甜苦 咸 再加一个Umami So Sweet Sour Bitter Salty And Umami 那中文讲的是 酸甜苦辣 那我们的辣的话 可以是Hot 跟Spicy 不过也有一些 在讲究竟的地方 就是Hot 也可以是温度很高 OK So if something is hot 这可能是 Temperature hot 而不是Spicy hot 所以有可能是有不同的 但Spicy的话 就真的大概被理解为是辣的 其实我也很不懂 Spicy为什么是辣的 因为Spice这个字 其实是香料的意思 OK Spice单纯是香料 不晓得为什么 变形容词Spicy的时候 就变成辣味了 但这是一个 大家都已经很接受的东西 就是 所以你也就接受吧 好 Intake是社区 Digest刚刚讲是消化 ingest是把东西 给吸收进去 酷 然后Utencil 刚刚说的是 各种的不同的餐具 不管是在准备中 或者是 把菜给送上来的过程中 所使用到的 或者你吃的时候用的 各种的器具 都可以叫做Utencil OKUtencil 好 So 看完有没有high一点 不知道 好 今天我觉得还OK 调整一下麦克风 我今天的声音讲的 很小声 就是对着麦克风讲的 希望录起来 成效还不错 我还在调整 这部分 很多东西都觉得 我觉得我的channel 永远是一个work in progress 我们借用上个礼拜 还是两个礼拜前 Will Smith的用词 我的channel 永远是work in progress 都觉得什么东西 应该改一下 什么东西应该改一下 改完了之后 希望东西可以再变好一点点 让大家听起来愉快 看起来愉快 好 今天不测太多其他的东西 我是Paul 我们下次见 请不吝点赞